剛狂想回復 建立孩子的治理能力 就從刷牙開始 我們其實也怕自己管帶著 希望自己的小孩可以自動自發 然後有很好的治理能力 有沒有什麼地方 我們可以想像的開始慢慢訓練 然後長大就 哇 就是新意 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孩子的發展的進程 其實在三歲甚至到四歲之前 我們叫做 就是小朋友這段時間 本來就沒有自動自發的能力 他就是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他的記憶力也有限 很容易就忘記 今天講過明天 他還是會在犯 所以在三四歲之前 我是覺得你要他自理 自動自發 這些原木求魚 不要這樣責務你的小孩了 但是當時在四歲之後 開始就進入到自律期 自律期的話就是說 他不是 他是出於一種 希望被你稱讚 被你那種關愛的衍生 所以他決定要自動自發 做一些你平常規範他的事情 所以也許在四歲之後 他開始會有一些 自理能力的這種跡象出來 那這時候你千萬不要 壓秒助長 他剛開始出來嘛 當然就 繼續用關愛的眼神 繼續能夠鼓勵他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把那自律能力慢慢提升 我是覺得也許第一個 可以是從刷牙 刷牙是最簡單對不對 每天都會做的事情 而且他就是刷完牙 你就給他很棒的鼓勵 幫你檢查一下 覺得很棒 稍微補強一下 那我覺得從這一點 這是我覺得 孩子最容易自己做得到 而且又很容易 被爸爸媽媽淡上的事情 那從刷牙之後 可能就開始從這個 收衣服啊 收玩具啊 然後一步一步來 但是因為這些衣服玩具有時候 會比較複雜一點 那刷牙比較簡單 每天都會發生 而且動作很單調 這個可能是一個自律的 開始的一個模板給大家參考 試試看呢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